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香港最新的失業率 已經升到5.9% 創了15年以來的新高 在這個艱難時刻 竟然有一位僱主 決定要逆市請人 拍攝片去招攬新血 究竟是誰呢? 就是香港警察 由於很多年輕子女 都不願意當警察的關係 故此 昨天他們在Facebook上載了一條短片 專門鼓勵那些30歲以上的人士 去投考警隊 在這條短片裏 他們不停說 就是以金錢利益 貫穿整個脈絡 比如說他們標榜 當警察會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除了可以申請警察宿舍外 還有完善的退休保障 要照顧太太生活 真是沒有難度 還可以享用這個遊樂會的設施 可以一家大小去玩 說這些話 而在片尾的那份招聘廣告裡 又是和錢字有關 標明了做督察和高級督察的話 月薪可以從4萬4千元到8萬8千元不等 至於普通警員 即是散仔 月薪從2萬5千元到4萬元不等 總之以錢字貫穿整條短片 而在這條短片的開手 有一條自稱36歲的現職警察說話 他說 我已經三十多歲 學力又不是高 體能又不多 想考警察 人家都未必請我 他說這番說話 其實就是要來鼓勵那班 三十歲以上 學力低體能 不是太好的人 去投考 因為他 講到自己這麼差 都能夠成功投考 好了 究竟為何這班傢伙 會拍一條短片 很簡單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絕大部分的年輕子女 就算在這個嚴峻的就業環境下 都不願意去投考警察有關 首先 第一件事 泥水佬做門 過得到人都過得到自己 在過去一整年的反送中運動裡 所發生過的警察暴行 我相信很多人至今都仍然是歷歷在目 甚至乎是深刻地落印在腦海裡 一輩子都不能夠磨滅 好了 來到這一刻 如果他要找工作的時候 他過不過得到自己的關 首先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一種測忍之心在裡面 如果你說叫他 本身就是去雞蛋抗高牆的時候 忽然之間 就站在政權那邊 站在高牆那邊 扔雞蛋 他自己接不接受到這種角色上的轉變呢 到底他能不能夠完全為了你那份糧 來出賣自己的靈魂呢 究竟能不能夠埋沒良知呢 這件事就是他們優先的考慮 否則就算考進去也是做不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去年 即是2019年裡頭 有446名叫做非遇之離職的警察 即是說 這班人不是自然流失的 不是戒滿了退休年齡而離開崗位 而是突然間遞封信給他辭職 這個數字 比起2018年 即是前年 上升了三成八 即是接近四成 你想想 就算現職的警察 也有些人自己頂不順而離開 更何況是未入職的 你要他面對自己 首先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能否面對自己的朋友呢 會否遭受到自己的朋友杯葛呢 第三件事 就是親人 如果他父母是藍絲 那就好一點 但是如果是心王的話 就隨時反面也會知道 再加上過時過節的時候 更加不用指望 好像以前那樣 所有親戚齊齊整整 因為 肯定有人是心王 肯定有人是黃絲 到時知道你當警察 肯定不會出席 免得跟你吵架 所以要面對著這個巨變的時候 有多少人能夠承擔得起呢 而且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把金錢利益 擺在最優先的考慮 尤其是說那群受過教育的年輕人 你說給他一份糧 但是要他掩蓋所有相信的價值觀 道德觀 甚至乎埋沒糧資的話 他未必肯制 大家可以看看一個數據 19年至20年度 截至今年的2月29日 總入職的建習督察和警員人數 只有766人 比起去年 就已經大減了四成 即是請人是請不夠 另外 在投考人數方面 無論是督察或是散仔 都大跌了四成 究竟香港警察有什麼符必呢? 他們曾經廣發招聘廣告去海外大學 想著向那群留學生招手 因為他們也知道 在本地人裏頭 自己的聲譽不太好 但仍然遭到那群留學生的抵制 甚至乎要求校方 撤回這些警察的招聘廣告 好了 那群年輕人 沒有人理他 不肯落答 於是要拍一條鬼五馬六的短片出來 向那些三十歲以上的人士招手 好了 故此 你現在香港警察專門招聘那些什麼人呢? 就是在勞動市場裡面 根本上沒有競爭能力的人 然後 就給他一份優差 那些人肯定是會落答的 以前 香港的公務員叫做高薪養廉 現在 香港警察就是高薪養傭 根本上你能聘請的那些人 根本上就不會有本事 在一個自由市場裡面 找到一份職位 是有同等的薪酬和福利待遇的 根本上這群人就是overpay 就是給他多了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要維穩 就是要養起一大群人 而這群人是永遠會對你 特區政府 對你香港警察中心耿耿 是無論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走的 因為他一走 就是預視得到他自己的生活質素 必然會下降 故此 他就要留在警隊裡面 於是無論那個上司 向他落得多不合理 多不人道 多殘忍的命令都好 他都會去配合 他都會去做 因為在自由市場上 他不會找到一份工 是好像做警察那麼優厚 大家想想 為了做嬸仔那群人 是什麼資歷的人 魏進文憑畢業 這些完全是讀不成書的人 故此他拿著這張文憑 不去考警察有什麼做才行 市面上哪一份職位 是專門為魏進畢業生而設 我真的沒聽聞過 除了說警察以外 當然不是所有嬸仔入職都是魏進畢業的 有些大學畢業都有 但是那群人自己就好去反省一下 是吧 考督察考不到 就退而求其次 即是考嬸仔 然後呢 所投的那份工資 就跟魏進畢業生是一模一樣的 這群人到底那個心理平平衡地呢 我真的不知道 好了 還有第三件事就是 現在這個港區國安法通過了以後 你警隊就不再是大浪了 以前呢 起碼名義上表面上 都是叫做大隻野 是吧 唯一持槍的執法部隊 而且警權在整個制度框架裡面 是沒有制衡的 說就說有一個叫做投訴警察貨 那個是自己人查自己人的 然後有一個獨立的監警會 那個根本上就是沒有牙老虎來的 是撐警會來的 故此呢 當然就是了 但是今時就不同 現在就有一個駐港國安公主在香港 而且呢 國安人員在執法的時候呢 就不受香港特區管理的 歷史上呢 一向以來都是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了 所謂非鳥盡良工藏 搞兔死 酒狗烹 到底那些酒狗什麼時候落鑊呢 就不知道 只不過 香港警察肯定就是沒有辦法 好像以前那麼威風八面 因為現在再有一隊比你更威風的 而且近來 不少那些所謂的警數 都被網民發現 他們去申請這個BNO的續期 續到 當然他們就非常興奮 放在網上打卡 於是人們才發現得到 但是現在聽聞 英國政界正在推動 說要設立一個所謂 移民的政治背景審查 可能就會將那些警察及其家屬 排除在外 到底這件事成不成事呢 就不知道 但是如果成事的話 更加是會令到有些求職者卻步 本來好好的好的 5加1 可以去英國那裡入籍也可以 但是如果做了警察之後不行的話 就很嚴重 對於某些人來說 當然做開那班就沒什麼所謂 每個月出了這樣的薪金 還用5加1 索性就掉了心水 9加2好過 什麼9加2 大灣區 退休後 還可以去中山 潮興 佛山 簡直就是人間樂土 不需要考慮5加1 這班人有9加2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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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